清单批量授权 比深圳有更大的自主权去改革 并且说明要大力发展金融 做过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的陈家强说 不影响香港的金融和集资中心地位 因为深圳的金融业 主要是扶植初创企业 到这些企业做得好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来香港上市 不是吃它最早期初创那条水 而在后期参与 所以我不觉得发展金融影响香港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就留意到 以往中央多数讲粤港澳合作发展 最新的提述有不同 今次习主席是第一次在重要讲话里面 提出要融合发展和市场一体化 这个意味着我们讲的一些生产要素 包括人、商品、资本、顺便 这些发展劳动将来会更加便利化 事远这一句 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其实深圳、江港、澳门、广州 四个都是核心引擎 所以今次习主席用了重要引擎这个表述 意思不是唯一一个核心 其实是做几个重要引擎之一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 要吸引港澳青少年不想学习就业 深度教育 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因为我们往往很多时候香港的年轻人 用回一些港澳的井底之画 或者日游自大的东西 能够了解多些 我相信对他整个年轻人的思路 是会更为理性的 内地政府和特区政府全面镇压和打压香港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吸引香港年轻人回到内地工作生活呢 习近平的说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笑 胡志华又认为内地的中产都想离开国家 看不到年轻人不想就会有向心力 有线电视记者谭小涂部导